我沒有說到這種死亡的東西 但是我也想要呼籲大家 就是切勿以身釋法 疫苗疫苗也是每一年都要固定施打的 打流心 保安心 更新疫苗更放心 還是有一些人認為說 您之前說您負責美麗 然後對您的專業度有點質疑 想問有沒有要做回應 其實真的沒有關係 我覺得很多事情是 我就算現在要說 可能還是會有質疑 所以我覺得就讓這件事情 可能就用時間去證明吧 因為還有說到這種死亡的危險 或許有沒有做一些 回安之類的加強 我們的這個部分 第一時間我就交給警方去處理了 但是現在我還是想要呼籲 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在網路上面 其實很多的發言 可能很多民眾會覺得很自由 我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但是我也想要呼籲大家 就是切勿以身釋法 就是當你有觸犯法律方面的 這個發言的時候呢 這就是構成一個犯罪行為 這是真的是針對我們所有的國人 一個最新的觀念 就是我們的新冠疫苗加流感疫苗 需要共同施打 而且每年都要更新 每年都要施打 謝謝大家 保護健康人人有責